所以这期视频我为什么一直拖到了现在 说实在我自己都不知道原因在 Kildigit的Soundboard Station 4 其实早在半年之前我就已经用上了 如果非要为拖根找一个借口的话 那就是Kildigit做这个雷电拖展物 它实在是太稳了 稳成什么样呢 那就是在我收到之后 我就直接拔掉了我的TS3 开箱然后拿出了新的TS4 又重新插回去各种设备 最后还是那一根线 就这么一直用到了现在 我突然想起了乔布斯那句经典的台词 TS4的包装延续了Kildigit一贯的简洁设计 你打开之后 你就可以直接看到这个会让你爱不失手的小家伙 一张感谢卡 一份简单的说明 还有一张估计谁都不会去细看的说明书 拿开这些之后 可以看到官方这次依然赠送了两个胶条 这样当你在横着放它的时候 你就可以轻松的把它当成两个脚垫用来做支撑 因为这次是TS4 所以附送的这根0.8米长的连接线 自然也升级到了雷电4的版本 这个没有什么悬念 以及 没错 又是这个大块头的电源适配器 随着2021款14寸MacBook Pro把最高充电功率提升到了96瓦 TS4这次也直接把最大的充电功率提升到了最高98瓦 同时又因为在前面板做了快充接口 所以这次这个大块头的电源功率 也从之前的180瓦直接上升到了230瓦 从而来保证整个设备的稳定性 机身材质方面与TS3类似 并且依旧选择了一种深空灰的配色 如果你是Apple用户 想知道它大概尺寸的话 你可以拿起你手边的一个面控板 没错 大概就是这么一个大小 如果把它跟一个TS3叠叠乐的话 你就可以发现TS4这次好像又确实长了那么一些 接口设计方面一贯是Kildigit的看家本领 熟悉他们产品的朋友可能都知道 他们会把你经常用的接口放在前面 而不常用的就往后放 TS4这次在TS3这么多年又反馈的基础上 终于在前面板的SD卡槽上方 又加入了一个MicroSD卡槽 这样一来一些用MicroSD卡扩展存储空间的用户 应该就不会每次读卡的时候 再疯狂的去找卡套在哪里了 再往右的话 这次TS4把TS3之前分开的耳机和麦克风接口合二为一 做成了一个耳麦接口 换来的空间变成了两个USB-C和一个USB-A 这三个接口都是满速的USB-3.2 其中两个支持7.5W充电 而Type-C的这个接口更是最高支持了20W的快充 终于我可以省掉一个充电器 把手机直接插在这里充电了 那么来到背面 首先最明显的应该就是这个以太网的接口 是你到了2.5G 你家里在折腾软路由和高速局网的同学 你懂我意思 你接着往右看 TS4就是拿掉了之前TS3上不太常用的光纤音频接口 你取要代之的是4个USB-3.2的A接口 最快传输速度能达到10G每秒 相比之前TS3的速度是几乎翻了一倍 DP接口被移到了右下方 而在左边三个雷电4的接口 最左边写着computer的自然是连接电脑 同时它可以以最高98W的功率给电脑充电 如果你跟我一样用的是雷电接口的显示器的话 一根线出接电脑 一根线出接显示器 在家你就想用什么就差什么 上班你就直接一根线一拔 加电脑去公司 这就是我的日常 就是这么简单 哦对了 我想带大家看一下Kialdita的官网 因为我发现有很多你可能感兴趣的数据 其实在官网都能找到答案 比如他们对比了目前市面上主流的雷电4扩展物的接口数 你可以看到TS4拥有高达18个扩展接口 再有就是兼容性方面 你可能在网上看到很多用TS4的人他们用的是Mac 而实际上几乎只要有雷电接口或者USB-C数据接口的设备 TS4几乎都是兼容的 当然这也包括USB-C接口的iPad 最后就是关于连接显示器方面 因为有不少小伙伴可能会有连接多台显示器的需求 这里我推荐大家看一下官方的这张表格 横向对照你的设备 你是Mac还是PC 接口是雷电3还是雷电4 甚至还是普通的USB-C 纵向对照你的显示器 4K50赫兹还是60赫兹 一台或是两台 甚至还是高刷新率的显示器 如果你看到了一个对沟 那么证明官方是帮你验证过兼容性的 而至于双显示器如何设置 或者如何在DP接口和HDMI接口之前进行转换 你可以看到官方在这里有三个视频 里面也有详细的指导 视频的最后聊聊大家最关心的 买TS3还是买TS4的问题 在我看来 这个问题的答案还是那简单的三个字 看需求 怎么理解呢 首先我觉得你可以省视一下 你自己的电脑 是不是有雷电4接口 如果没有的话 短期内你会不会升级到雷电4 如果是的话 我觉得直接一步到位上TS4是最合适的 因为雷电接口的迭带升级 也不会那么频繁 我自己从18年买了TS3之后 也是用了这么久才出了雷电4 拿出一部分预算来换取未来多年的省心 以及懒得折腾 至少是我自己的消费观念 其次我觉得 对于那些手上已经有TS3的小伙伴 究竟有没有升级TS4的必要 说实话 我觉得是一半一半 首先 土豪小伙伴请随意 这个没有什么好说的 其次 我相信很多在用TS3的小伙伴 即使你已经用上了带雷电4接口的电脑 相信TS3的表现也一定是照样令你满意的 那么这个时候你可以对照一下前面提到的升级点 比如新增的接口 比如2.5G的以太网接口 又比如多的那些雷电4的接口 这些提升如果能够极大程度改善你的工作流的话 那么我觉得是建议升级 那么反过来 如果你平时只是简单的连接一下显示器 你用着WiFi 然后只需要一个扩展物来稳定的接入一些设备的话 那么现在购买TS3依然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不要忘记它比TS4可以省下将近好几千块钱 OK 那以上就是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是的 我还在 我也还在做视频 然后就是我们下期再见